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呢 就是后面这个 指控或者愤怒的指责 这个动词再来一遍 accus 好 就是指控某人控告他 或者是气愤的 愤怒的指责某人 这跟刚才那个charge 我们看到几乎是同一词 但是charge我们看到的搭配是 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但accus搭配不一样 我们在第一课就多次强调过 这个一定用accus somebody of something 类似于我们刚才看到的 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这词搭配是不一样的 既可以表示指控控告 也可以表示生活中气愤的指责某人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I accuse him of stealing my sheep 我气愤的指责他偷了我家的绵羊 或者也有可能翻译成 我指控他控告他偷了我家的绵羊 这个句子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 这个句子是有奇异的 指控或者指责 没有上下文的时候都通顺 都对都可以 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些更具体的例子 本文中表示是气愤的指责 你比如说在本文中 就是在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就在本课中 第十到第十一行 七十四页 他说 Dimitri立即就跑到了Alico的家里面去 并且非常生气的指责他偷了这头小绵羊 这里面即便没有angry这个词 它也是表示生气气愤这个语境 那么加上这个副词之后 火气就更大了 气汹汹的指责他偷了这个绵羊 在本文中肯定是指责了 因为到了别人家不可能就控告 控告你去法院去 这个更对 我们在第四册第三十四课里面 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句子 四册三十四课 这叫青春期 这课书 他说 They may even accuse them of disloyalty or make some spiteful remark about the friend's parents 这个they是表示小孩子的父母亲 小孩子总是夸奖 你看我的小朋友同学家里呢 爸爸特别帅 妈妈特别漂亮 家里特别有钱 这个父母亲听了之后 心中很不吃个滋味 甚至会讲 他们甚至会气愤的指责他们 就是这个孩子 孩子怎么样呢 对家里不忠诚 disloyalty 就白眼狼 你是爸爸是把你养活大 你说别的爸爸家里有钱 你不像话 指责他们不忠诚 甚至对小孩子的朋友的父母亲 说一些恶毒的一些话 spiteful 就恶意的 变成恶毒的 那remark是评论了 说一些恶毒的话 你看他爸爸是有钱 你看他爸爸的德行 张头数目 那钱还不定哪来的呢 说一些难听的话 这里边 你看通过对单词精准理解 可以体会作者确切的含义 就是小孩的父母亲 甚至非常气愤的指责孩子们 你个白眼狼 你个养也养不熟 爸爸把你养那么大 说别人家好 打死你 那气很生气 disloyalty是不忠诚 甚至对小孩子朋友的父母亲 说一些难听的话 恶意的 恶毒的一些话 这里是气愤的指责 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刚才看的charge 跟他有类似的意思 本文中是指责指控 但是表示 这个批评啊 什么 这个谴责呀 这些词汇可是特别多的 我们看到accuse这个词 强调是气愤的 这个指责 或者批评某人 很生气 充满了情绪性 但还有好多好多 我们说正式的批评某人 不一定带出情绪 就是正式的批评某人 我们大声来对一下 criticize criticize 但是这个动词后面 是个规则的动词 借词搭配 就for for别的因为 因为某事 而指责批评某人 但注意后面不能叫off了 不同的动词 借词搭配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he was criticized for his delay in dealing with the matter 这个人受到了批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处理这个事件中 耽误了 耽误功夫了 他受到的指责 可以这么说 注意后面借词 加for 不要不能用错 相关的还有很多 我们再看几个 下面还有一个 叫严厉的批评某人 这个措辞比较严厉了 措辞比较重了 话说的比较重了 严厉的批评 但是不一定带出情绪 措辞比较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ensor censor 你发现跟for搭配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搭配 而刚才accus那个词比较格路 它后面叫off 那charge呢 后面加with 这是所谓比较特殊的 很格路的词 我们看 Ministers were censured for their lack of decisiveness during the crisis Minister就是大臣 或者是部长 在这当代政府中 咱们发现是部长了 这些部长们 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危机期间 不过果断 这个lack是缺乏不足了 Decisiveness表示 危机 这个表示这个 这个这个果断 这个这个办事情 他不 这个不过多的去犹豫 后面的crisis危机了 危机期间欠缺果断 把果断这个词拿出来 我们的大声都讲 Deci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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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我们加NESS就好了 这是严厉的批评 严厉指责 好 表示指责指控的词汇特别多 我们还有一个 多用在长辈对晚辈之间 就是大人批评小孩 或者老师批评学生 一般可以用这样一个词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Scold Scold 我们看到确实跟for搭配 比较常见一些 Scold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而指责某人 这个Scold 一般用在大人对小孩 或者老师对学生 长辈对晚辈之间 咱们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你看 His mother scolded him for breaking her favorite vase 这个他的妈妈怎么样呢 是好好批评了他的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打碎了妈妈最心爱的花瓶 你看这用在爸爸妈妈 这个呵斥小孩子 可以用它叫Scold 这次还是叫for 这个花瓶 咱们在第六课说过 在英联邦国家 一般都是vaz 就像我们穿的袜子这个声音 在美式呢 多读成vaz 或者是vaz 都可以 这个花瓶 使用在大人对小孩 这个批评用它 我们再看 还有好多的批评 比如说还有一组 我们强调呢 这是某人的责任 这种批评叫blame blam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强调某人应该为他负责 强调归咎于某人 这个blame还有一个搭配 叫blame something on somebody 意思一样 注意这个时候事情在前面 把某人归咎到某人头上 两个搭配都对 都好 咱们看一个例子 they blame George for the failure 他们把这次失败 归咎到乔治头上 说都赖你 都是因为你 你要加小金脸呢 咱们就成功了 他们把这个失败 归咎到乔治头上 也可以这么说 they blamed the failure on George 也行 他们把这起失败 归咎到了乔治的头上 都行 blame跟不同的切词搭配 他的意思一样 但是前后的顺序 不要弄错 这是强调某人应该被 为某个事情负责 这种指责归咎于某人 用这个blame 是最贴切的 那么还有呢 我们用在上下级之间的 这么一个批评 这么我们在未来 三十一刻会碰到 咱们也可以先看一看 一般多用上级 批评下级 这个上下级 在公司里面用的多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repri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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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body 一旦是for something 表示因为模式 而批评我 一般用在上下级之间 咱们看一个例子 先看一个简单例子 I was reprimanded by my manager for being late 我因为迟到 而受到了我的经理的批评 这个用的是对的 因为来晚了 上级领导经理批评我了 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这三十一刻 是不是也用在这场合 一百四十六页的 第十六到底十七 一百四十六页的 十六到底十七 你看这句话 recognizing who the customer was the manager was most apologetic and reprimanded the assistant severely recognizing 在这非为动词当原因装语了 因为认出来 这位顾客是谁了 这位经理特别特别的不好意思 特别的抱歉 并且严厉的指责了 批评了这位售货员 咱们在第六课讲过 assistant可以表示助手或售货员 这是一个商店 这是售货员的意思 这个用在上下级之间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most 老师说了 他如果修饰起用词 前面没有定乎词的 那不能发现成罪怎么样 而发现成极其特别 再次看到了吧 特别的apologetic 表示不好意思的抱歉的 并且severely严厉的 指责了这个售货员 这是经理 指责售货员用这个词 用得恰如其分 这也是批评的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批评呢 咱们叫谴责 什么叫谴责呢 大家一致批评 不光是你说的不好 我也认为它不好 一致的批评 谴责 这首搭配可以用 condem A for B 或者condem A as B 当然这不同界词搭配 含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把中心动词先读一下 注意尽管是MN结尾的 但是N是不发音的 M发音 最后把嘴闭住 闭住嘴 答上了没 condem condem 好记了 这是谴责 那么如果加这次for呢 是因为这个B这个事 而谴责A 这个人或者这个组织 如果加for呢 是把A谴责为是什么 因为这S可以表示作为 或者是这个意思 因为指原因还是加for 谴责为是 咱们加S就行了 分别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看 The movie was condemned for its sexism 这个电影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性别歧视 而受到了谴责 全社会一致说 这电影不好 有问题 这个sexism 就相当于sexual discrimination 就是性别歧视的意思 因为某事而受到谴责 这个是对的 如果有S呢 S表示谴责为是 咱们看例子 The terrorist attack was condemned as an act of barbarism and cowardice Terrorist attack 叫做恐怖袭击 这个Terrorist 作为名词叫恐怖主义者 作为形容词叫恐怖主义的 就像Socialist 作为名词叫社会主义者 作为形容词叫社会主义的 都一样 Socialist construction 叫社会主义建设 都用它 这次恐怖袭击被谴责为是 野蛮和懦弱的行径 谴责为是 这么一个行为什么呢 Barbaraism叫野蛮 那懦弱叫 cowardice就好了 我们顺便可以把这两次 顺便记住 我们先读一下野蛮这个词 Barbaraism Barbaraism 它来自于哪个词呢 来自于野蛮人这个词 如果把后面ISM去掉 BAR 叫野蛮人 我们读一下 Barbara 别读成爸爸 爸爸跟野蛮人还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词叫做理发师 理发师 理发师也是Barbara这个翻译 但评写的是BARBER B-A-R-B-E-R 那是理发师 B-A-R-B-A-R 那是野蛮人 野蛮 Barbaraism 它的反译词 就是咱们第三课讲过的 Civilization 就文明 下面这个 Cowardice 大家可能见过 如果是懦夫胆小鬼 把后面的ICE去掉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Coward Coward 加上ICE之后 就是懦弱 懦弱胆小 在里面 Cowardice 这个野蛮和懦弱的情形 这是谴责为事 这是把批评相关的几个重点词 咱们放在一块 总结起来就好了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把含义和搭配记住 马上咱作文中说批评 各种表达就活起来了 而且用词特别准确 有助于拿高分 咱们听课 这一个地方仔细 我一个句子出现非常出彩的一个搭配 老师你先好 分数上去几分 马上后半生的命运又不一样 咱们记住 英语就怕认真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记住之后 咱们英语就好学了 仔细复习 这个单词我们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动词 否认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度下 deny deny 叫否认 就拒绝承认呗 否认 这个否认这个词本身很简单 但是我们得看看 这单词该怎么去搭配 那搭配容易错 否认呢 后面可以加三种词汇做宾语 第一种 deny something 直接加名词或名词短语 否认谋试 第二个呢 deny doing something 否认做过谋试 在后面加doing 用动名词 第三个呢 deny 后面加宾语重句 都可以 加名词短语 加动名词 加宾语重句 都是它的固定搭配 都对 咱们看一下例子 你看我可以说 he denied the charge 这是跟deny something 他否认了 否认什么 否认了这项指控 咱们说charge 可别是指控的意思 动词名词 评写一样 还可以说什么呢 he denied knowing about it 他否认知道 有关这个事情的情况 这是deny 后面跟doing something 他否认了解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啊 没有说过啊 否认 再看加重句 he denied that he had stolen the sheep 他否认 他偷走了这头绵羊 这不是我偷的 我不承认 你看 加名词 加动名词 加宾语重句 都可以 这是否认 否认 咱们立刻想到 那如果说表示他承认了 怎么说呢 那么承认 可以把动词变一下 但是你发现搭配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承认 常见的词特别多 我们把这两个最常用的 先把它记住 大声读一遍 admit 注意不能都说admit 这个the又是失去爆破 因为the是个舌尖爆破 但后面是另外一个辅音 爆破音出现另外一个辅音 放到后面 失去爆破了 但失去爆破不是不发音了 不能都说amit amit 这不行 为什么 ad 舌尖的动作得做 什么叫失去爆破 舌尖顶住把气儿憋住 ad ad 嗯嗯嗯 舌尖顶住 不做动作能听出来 然后憋这么一下 再发amit 我们提回家 ad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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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音转了 我们再看后面一个词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你看这个acknowledge 这个k在这是个舌尖爆破 k 对吧 但后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na na 因为ck在一块发k 这个声音 所以呢前面那个k也是失去爆破 啊 啊 舌根顶上去 但是k没有喷出来 啊 憋住气 停一下 再发这个knowledge 我们再大声来遍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好极了 好极了 这是承认 承认后面搭配跟刚才一样 同时记住 加名词 加动名词 或者加宾语从句 都一样 刚才的句子一一可以变成 比如说咱们用unmit吧 后面acknowledge一样 he admitted the charge 他承认了这项指控 认罪了 he admitted knowing about it 他承认知道这个事的情况 well he admitted that he has stolen the sheep 他承认他偷了这只羊 那么把这个unmit可以换成acknowledge 就好了 所以一定记住 记住单词是简单的 但会用单词就高级了 因为听力和阅读 一直是中国考生的强项 但口语和写作 一直是最薄弱环节 这当然有诸多的原因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单词认识 但是却不会用 为什么呢 不知道具体搭配 不明白具体的使用场合 一定要记住 记单词不如记搭配 否则的话 你单词很多 但都是死的 好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